花莲县寿丰香心得诊所为了照护偏向医疗缺乏地区服务 秉持着慈爱的精神关怀发扬医疗传爱精神 而负责人陈文决医师近日在面对高龄化 轻重度失智患者逐渐增加 与卫生局合办的失智据点 提供失智照护与支持服务 为失智者患者以及家属提供关爱以及支持 失智社区服务据点提供了疑似失智者 轻度中度失智者在认知功能促进 共餐以及社会参与等长照预防服务 功能类似长照站等社区型学习场所 提供照顾者的支持以及照顾者的训练课程 在地社区的性德诊所 所跟卫生局所合办的一个失智据点 对那因为我们发现说在社区当中 有部分的老人就是逐渐走向失智的症状 那我们就也是透过诊所来发现说 在地的社区的个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所以我们就是跟卫生局合办 在这个地方办一个失智据点的活动 性德失智据点课程内容包含延缓失能运动 抑制活动手作艺术 团抗活动以及社会参与等活动 看适合的个案医生会评估 有诊所的医生评估 如果适合的个案会先做AD8的测试 对ABLA的初步评估 那AD8测试过后发生说他有一个轻度的失智的症状 那我们就可以请他过来或是跟家属说 然后请他过来来看看我们的活动 那你会不愿意来参加 然后带领长辈 然后不管是从运动当中或是从抑制游戏当中 还有我们一些团康活动 就是发现说他们从一开始到现在确实有不断的进步 阿滋汗默症是一种逐渐恶化的失智症 通常发生在中老年人 目前没有完全治愈失智症的方法 可以透过早期诊断和提供预防治疗 能够帮助延缓病情的进展 提高生活质量和照顾者的支持 记者林杰 寿风香采访报道 敌人